狐狸猫和小树蛙掉下断掉的电线 幸好小树蛙抓住了电线的末端 并大喊 赶快抓住我 狐狸猫赶紧抓住它 惊慌说 小树蛙不要放手 你还撑得住吗 还好我是爬树高手 还撑得住 来 你先爬上去吧 狐狸猫借由小树蛙的帮助 爬回家 在电线中 小树蛙之后也自己爬回来了 两人泪倒在电线断裂处的洞口 狐狸猫说 幸好你刚刚有把我抓住 要不然我们两个可真的要摔得粉身碎骨了呢 不过现在我们也知道 遥控器为什么会坏掉了 原来就是这里的电线断掉了 小树蛙点了点头说 对啊 刚刚我们可是差点丢了小命啊 既然找到了问题 我们就赶快变回原来的大小吧 于是两人便用多拉G梦给的缩小灯 再度变回原来的大小 小树蛙开心地说 活着真是太好了 狐狸猫硬喝着 对啊 真是太感动了 对了 我还有任务呢 趁现在记忆犹新 我赶快来把断掉的电线接回去 才能给你一个交代 狐狸猫走了出来 说 终于修好了 小树蛙走上前看了看说 让我猜 你是把电线焊接接通对吧 因为断掉的电线之间夹着空气 而空气是绝缘体 没有办法让电流通过 必须身为导体的电线再次焊接起来 才能让电流通过 狐狸猫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没错 小树蛙觉得疑惑 问了 但是为什么就只有导体可以导电呢 而绝缘体不能导电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可以用来区分导体 以及绝缘体呢 狐狸猫回答 我们可以使用电阻 来描述电荷 在物体中流通时 所遇到的阻碍 现在小树蛙 你应该可以回答我 导体以及非导体的电阻 谁大谁小了吧 以目前的你 可以帮帮小树蛙吗 狐狸猫解释说 绝缘体的电阻大 难导电 而导体的电阻小 容易导电 而不同的导体中 它们的电阻 也都不一样 譬如电线中常见的铜 它的电阻 在其他导体之中 算是小的 是容易导电的 而且铜 是常见的电线材料哦 电阻的大小 若以数值来表示 则是由通过物质两端的电压 除以电流来表示的 电阻的单位 可以是电压单位福特 除以电流单位安培 或以欧姆来表示 现在我们来看电阻 对简单电路的影响吧 根据电阻的计算公式 如果固定电压 电路上的电阻大时 经过的电流会较小 除了从计算公式来看 我们可以用物理的角度来看 电阻大代表着电流 不易通过这段电路 给定电压下 也就是推动电流的背后工程 是固定时 自然能够推动的电流 会比较小 所以在固定电压下 电阻大时 通过的电流较少 电阻小时 情况相反 通过的电流会较多 狐狸猫解释完后 和小树蛙说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 电阻的概念了 那也是时候 介绍大名鼎鼎的 欧姆定律了 小树蛙你有听过吗 小树蛙疑惑地说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跟欧姆蛋有关系吗 狐狸猫生气地说 哦 小树蛙 你满脑子就是吃的而已 在1826年时 科学家欧姆 借由实验发现了 同一种金属导线 在温度保持一定的情况下 导线两端的电压 与通过导线的电流 两者之间的比值 会是一个固定值 也就是电阻值固定不变 若依导体的电阻为一定值 并不会受电压大小而改变 这样的导体 即是遵守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 仅适用在一些导体上 像是金属导线 和电器中的电阻器 也有很多电路元件 是不遵守欧姆定律的 它们的电阻大小 会随着电压高低 或是通过的电流强弱不同而改变 像是发光二极体 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听见的LED灯 其实电阻的大小 不只跟材质有关系 它还跟物质的长度 以及截面积有关系 如果导体长度的增长 导体的电阻会跟着增加 如果导体的截面积变大 导体的电阻则会减少 小树蛙恍然大悟地说 原来一台遥控车里面 也是有这么多学问的 那既然现在车子也修好了 冒险也结束了 好吧 狐狸猫遥控车就借你玩吧 但是你要小心哦 别再用坏了 狐狸猫开心地说 太好了 谢谢你小树蛙 还是你最好了 突然间传来碰的一声 狐狸猫看着遥控车 唉 不会又要再一次冒险了吧 最后 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 今天我们介绍了电阻的意义 可以反映出电荷 在物体中流通时 所遇到的阻碍 以及导体的电阻相对较小 而绝缘体的电阻相对较大 电阻的大小 会受到材质种类 温度和导体长度 截面积的影响 并且可以用导线两端的电压 和通过电流的比值来计算 其公式为R 等于V除以I 也介绍了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告诉我们 在温度不变的情形下 金属导体的电阻为定值 不会因为电压或电流大小而改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导电源键 都遵守欧姆定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